奇妙的感動 但願你會懂 我願和你吵著感動 請大家掌聲好 謝謝 謝謝 凡老師 凡天地 感恩主持人 還有各位超馬家人大家好 好 對 進入超馬的這個因緣真的是很奇妙 那也真的很感恩我的先生 因為其實就是自從加入超馬以後 我覺得那種所謂的本來在不同評的 現在終於有了交集 然後就是我大概108年2月底的時候加入超馬 那在超馬裡面其實就是家庭還有夫妻還有親子 都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善 那當然就是說隨時的靜好都是有的 那但是那種新的平靜跟寧靜真的是無價的 你不知道要去哪裡找的 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能夠進來到超級生命密 那因為這麼好的系統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能夠接觸自己的家人 那所以呢 之前就是每次那種頂口啊 桃園啊那種音樂會啊 就會邀請我的爸媽參加 但是老人家都說呢 舟車勞頓這麼遙遠 那還是算了吧 那今年剛好疫情的關係 所以6月27呢 就是雲端演唱會 那其實爸爸媽媽都喜歡唱歌 那他們只是覺得年紀大 不想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聽 所以有人雲端演唱會 他們就很開心的說要參加 那也因為這個機緣 我記得老師說過 就是你只要決定你想要參加的時候 你就有好運來了 那我媽媽這個好運是比較特別 就是呢 其實人年紀大了 身體的機器用久了都會有毛病 那可能之前都沒有什麼察覺的地方 那他在決定他要參加6月27號 演唱會的時候 他在某一個機緣下方一個朋友 把他倒了的摩托車 演起來 就把他弄起來 弄起來之後 他就異常出血 然後他就覺得這個狀況很奇怪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媽媽你不能等閒事之旅 一定要去看醫生 那媽媽就聽了我們的話 就去看醫生 那看醫生呢 先去找小診所 那小診所就說 你這個指數有點高 然後就是要接著做進步的檢查 那媽媽很緊張 媽媽的血壓一直到190 然後那個醫院就不敢幫他做進步的檢查 那後來我們就也遇到貴人 就問到了就是到大醫院去 然後也打聽到是哪一位醫生這樣子 那也很幸運 那個醫生都是滿整的 但是那一次我們家掛上了 那掛上了之後呢 這個醫生是一個老醫生 然後媽媽就說他好緊張 他就跟醫生說我很緊張 然後這個醫生就說你要很感恩你自己 願意來面對 那檢查出來怎麼樣 那就是治療 就是交給我們 那我覺得這樣的醫生給病患的心 是一個很大的安撫作用 然後就再來就是一連串的檢查 那其實我跟我媽媽住在不同縣市 那我要陪我媽媽去看醫生 那我不是開車就是坐火車 那開車的時候 我就會忘記天空 然後我就會跟太陽光光光講話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覺得 還好 我就會覺得 還好我太陽光光光可以靠 還好我導師可以靠 然後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檢查 然後坐火車的時候 我也會坐太陽心環 皮靠自己的能量 就這樣大概將近一個月的那種忐忑的心情 有一次我就想到老師說 如果你有什麼事可以跟老師說 然後在做動修課之後的那個心法的時候 我就在導師相音法裡面 我試著跟導師說 然後我覺得很神奇 我覺得那個也不是聲音 也沒有出現任何的影像 但是我竟然感應到一種 他就是 但我感應到所謂的不用擔心 那不用擔心的時候 我覺得就像老師說 你要做實驗 那我就開始等待每一個檢查 那終於檢查出來了 那醫生就說 就是比我們預期的要輕微 然後醫生講完之後 我們在那個整間 我們真的是 就是流下了那種感動的眼淚 然後接著就是還是得做治療 就是他必須要先開刀 那開刀的時候媽媽會很害怕 那媽媽很害怕 那因為我先生也是超馬家人 我姐姐也是超馬家人 所以我們就會告訴他一些超馬的方法 所以就給他一顆蛋蛋機 然後他就把蛋蛋機一直放在自己身邊 然後他說他如果沒有蛋蛋機 他會很恐慌 所以他就是每天就是聽蛋蛋機 然後聽老師的音檔 聽那個歌 然後他就度過了這樣一天又一天 然後度過了這個手術 但是呢 醫生說 就是他如果要讓他更安全的話 就是要再做後面的電療跟化療 所以媽媽還是很害怕 很害怕身體不舒服 再加上就是會引起心理的不舒服 所以媽媽就會打電話來 然後就會訴說她的心情 其實我當孩子的就是想要安慰他 可是有時候聽久了就會覺得你怎麼說不聽 然後就會變成一種富人量 然後就會覺得對他講話就會很生氣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那段時間就剛好又 老師在供修課裡面說 如果你有悶氣你可以對著綠色植物圖 或對著天空圖 然後那一天我就跟我先生就去我們娘家後面的上爬了一下 就看真的吐了一下 就好像比較平靜 那就這樣子日子一天天過 但是媽媽的情緒一直上上下下 然後她上上下下我們就跟著上上下下 那我們當然也是希望做心法什麼的提升自己的人量 但是提升了之後馬上又被她拖下去 她曾經在一天裡面 我記得一次我去上課的時候 她打電話我沒有接到 她竟然我一打開的時候已經連續好幾通 大概八通油 然後我就覺得她應該是已經 已經到了那個極點了 那被她弄到最後我也覺得我快要到那個極點 然後但是我覺得我來超滿我已經學會不會抱怨 就是不會管她給我的情緒我再去抱怨這樣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我該怎麼辦 然後我覺得很神奇 那一天就在看那個心等 就看到瑞芳學姐的心等 她就寫說她有一個親戚也是一直打電話跟她抱怨 然後她就幫她注意 那我就是對啊應該要祝福媽媽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那我也來幫媽媽注意住的秘密 然後住了秘密之後 又跟秋場還有冠軍撿老天 她們說如果人可以努力的 逆境做努力了 人不能做努力的地方 我們有這麼好的超級生命密碼的舞台 現在不是就有10月24號的音樂會嗎 我想對耶 然後我就自己決定幫我媽媽買了三位數的票 然後買了票之後 我不敢告訴我媽媽 但是我其實我也知道 如果她自己願意買 其實這是功德力是更大的 那我一直在猶豫我要不要告訴我媽媽 那有一天她就去做化療 然後我妹妹陪伴她 然後我就去醫院看她 她看到我是還蠻高興的 因為很神奇的是 住的秘密密下去之後 就沒有抱怨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我必須坦白跟你講一件事 她說什麼事 我說媽媽你應該要買票 她說我已經買了 她買了10張 在她之前她買了10張 然後我就跟她說媽媽 我已經幫你買100張了 然後我媽媽就說 你的偷偷給我 我是專輯而已 我覺得媽媽應該也是 就是看著她的女兒 還有她的女婿 這艙馬裡面很大的轉變 其實人在很虛弱的時候 她也需要有一個 一個讓她可以靠的 那這個身心靈可以靠的 她彷彿她找到了 她就跟我說她眼睛不好 她沒辦法念書 她希望她有機會可以參加紀錄會 那我們都覺得說 她代表她已經打開新聞 她已經決定相信了 所以我和我姐姐 就是常常就告訴她 你要怎麼樣 那她現在就是真的沒有抱怨 真的那個住的秘密 跟三位數的票拿下去以後 我到目前為止 沒有聽到她的抱怨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一個非常殊勝的系統 就是她真的徹底的改變了 你的方方面面 超乎你的想像 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直播的朋友 也可以一起來實驗看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